日本要给美国送炮弹是用来援助乌克兰的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最新爆料的消息 说日本政府现在正在考虑向美国出口炮弹 表面上是帮助美国人补充弹药库存的不足 实际上则是通过美国来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2016年的时候 那会儿美国和日本曾经签了一个协议 规定双方作为长期的安全合作 可以相互出口像大口径炮弹这样的弹药 这就为今天日本通过美国向乌克兰援助这样的炮弹弹药 提供了法律宜居 其实俄乌冲突刚刚爆发的时候 日本人开始就已经向乌克兰送东西了 只不过那会儿送的都是一些非致命性的 包括像头盔帐篷 还有防弹衣军用口粮这些 上个月G7峰会的时候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还承诺要送100辆卡车 这么看来那会儿至少在表面上 日本在援助乌克兰 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还没有开大的口子 当时在7期峰会上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被问到 说是否希望日本能够改变武器出口的规定 他那会儿还挺贴心的替日本人考虑 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采取相应的行动 只不过他也理解日本人在法律问题上的障碍的确存在 现在不用泽连斯基那么贴心了 日本人自己想办法给问题解决了 虽然说手续挺复杂 要绕美国那边一道 运费也高了点 但是毕竟是绕开了法律这一关 以后就可以向乌克兰提供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了 虽然说这事目前还处在一个计划讨论的阶段 但是可以肯定在美国的主持下 日本把相应的武器装备弹药提供给乌克兰 并且出现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这儿咱们再简单的评论几句 首先这说明美国现在的弹药库存的确出现大问题了 从去年开始 美国送给乌克兰各种的武器装备 尤其是弹药数量的确不少 你看仅仅是155毫米的火炮耗弹 一种就超过了200万发 标枪反弹个导弹 给美国人的库存直接干掉了三分之一多 立了大功的海马斯火箭炮 美国人自己总共只有5.5万发弹药库存 除去日常的训练 还有其他的一些战争的需要 打掉了2万多方 美国人现在库存只剩下一半左右了 这么下去 虽然说还不至于为了乌军作战 真的把美军自己的弹药库存全部清空了 但是美国人好歹得给自己留出足够的储备吧 用于其他战略方向 尤其是亚太 那可是美国人的主要竞争对手作灾啊 所以呢 美国人现在考虑把日本啊 韩国这些国家先顶上去 就是为了把自己的基本的弹药库存给保住 免得真的未来在亚太地区发生一场武装冲动 美国人自己没有弹药用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明美国现在的军火工业出现大问题 美国的军工企业现在赚大钱壮观了 主要通过这些高科技武器装备 但是呢 对于这种基础性的火炮炮弹这样啊 利润较低的武器装备 真的有点看不上眼 所以在这方面的工业基础生产能力 现在是越来越糟糕 这个情况发生在以前你还能理解 毕竟对于美国人来说并没有眼前的需要 但是这俄乌冲突发生了整整一年都过去了 要说美国人也应该组织起大规模的生产 来弥补这个缺陷了吧 但是你看看这一年多 美国的军工制造业依然不能保障最基本的弹药供应 如果真的发生更大规模的与美军直接有关的武装冲突的话 那美军该怎么办呢 问题不小 另外呢 也说明一个问题 日本真的有可能把俄罗斯人给激怒了 本来因为南千岛群岛 日本人称之为北方四岛的问题啊 俄罗斯跟日本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障碍 现在日本不仅跟着美国对俄罗斯大家制裁 然后还要向乌克兰大规模的提供武器装备弹药等等 你说现在不顾俄罗斯的各种警告 日本人执意的要参获进俄乌冲突 那在美国的这种指使下 日本和俄罗斯的矛盾冲突会越来越加剧 估计接下来俄罗斯在远东太平洋地区 对日本的敲打动作也会随之而来 对日本人执行的